本人的选择其实是很简单 大家看我这个准备乱七八糟的又是心理箱什么的 肯定都以为我要去海外旅行 但其实不是啊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肯定会不知道 现在又要去我熊孩子他妈的他妈的别墅 这不太累了 其实我个人来讲非常的不想去 因为来回要花4个小时 去的时候2个小时 回来的时候2个小时 加起来4个小时 这个时间都可以去到韩国的最南端 釜山那边 所以每次去一趟的话疲劳驾驶 不是驾驶的疲劳积累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今天其实也非常的不想去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家熊孩子偏要去 那这个还没有结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这个养孩子太麻烦太累了 但其实生完孩子之后 这样的一个群心的生命诞生在这个宇宙里面 而且还跟你有交流 有这种交集 这样的话他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很多种启发 下面就给大家看一个这种启发中的一段 大家看这个标志大家都认识吧 那我们家那个熊孩子说 他呢正在上厕所 他呢正在上厕所 那可以拍一下 拍下来的 感谢 好 好舒服 经过我的调校 现在大家看还会加油 好 关闭引擎 开门 拔卡 仪器合成 非常的流畅 加了油之后又要出发了 这位专业的司机 这个出发我靠 这速度感我去 速度虽然非常快 但是乘坐感受 乘坐体验都非常不错 大家看前面没有路灯 速度还这么快 太那么吓人了 你开车那啥呀 前照灯吧 非常的紧张刺激 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这里的 清晨 非常新鲜的空气 还有春天的小草 杂乱但令人放松的乱七八糟的货物 我甚至非常喜欢这样的一把椅子 就安安静静的就处在那里 等着有人去做的 这是一种多么无私奉献的 最喜欢的是可以摸到这种真正的土 真正大地的土 黑不溜秋的 还有一点湿湿的 摸上去手感非常的好 就是这个鸡鸡样 他凌晨四点就开始叫 叫了一晚上 非常印象睡眠 这个蛋也扯的又有点远 现在这个鸡还在叫 非常印象我说话 其实最近有一些朋友给我留言说 就非常好奇在此生能不能看到我这个频道达到百万粉丝 看到这样的留言我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怎么讲 很悲伤 我这个小心悲伤的痛 所以今天我就决定去一下塔罗牌店 用塔罗牌算一下 好让这位朋友死心 而不是就是给他一点希望 其实我个人来讲不是特别相信塔罗牌 但是最近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韩国超大型的YouTuber 他被人爆出了一个新闻 所以这个事情比较大 闹得也比较大 但是他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 他去塔罗牌算的时候 那位阿姨就已经跟他说了 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坎 然后这个遇到这个坎的名字 就是爆料的人的名字 那个阿姨已经就把这个名字给说了出来 所以非常的准 那我个人呢 所以我个人感觉也非常的好奇啊 就感觉这玩意挺有意思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去算一下 好 所以呢還在說我可以想想想要的 任何人覺得過了但是 那些能力也在說的 能量發多了 能量痊癒瘦什麼東西不會吧 所以之後 二次要做個水培的水培的地方 我們被添給水培的地方 為什麼要添付著水培的水培的地方 但是任何人會bruItemless 如果別人們也不要 Kinda 沒犯不過就 你那下去不有錯 有甚麼需要 那些人有私的心目 我沒有生成為的 叫我去做它的心目 我沒有平靜 那些人保護兪 還是及做運動 我來看 那些人 我來看 我來看 那個人 在有多想 我來看 那些人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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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 我現在正常 你這個 有些不是 我 可能교 dropped 不胸 不胸 有 Free 你需要 приг文猜 要用曲 要吧 就是 知道 为什么 如果 retreat 我看不到 你什么 是 айте 它 Bas 我说你来示範一下 总之这位塔罗帕阿姨她说的这些话 那意思就是说我未来的视频创作道路会非常的艰辛 按照我们人类的话来讲就是会非常的淡淡 但是想一想吧 她说这些话套用在任何人身上 任何职业的人身上都可以使用 所以这样的话 我感觉她说这些话也就听一听就可以了 而且拍摄视频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的好行李 每天都要考虑这些要拍什么内容 然后每天都会对播放量有非常大的焦虑 那我想这一部分的话 所有视频创作的朋友肯定都会理解我在说什么 肯定都会有同感 那这样的话肯定有朋友就问了 那你那么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情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喜欢 我们家司机可以出发了 所以大家看 在这个车震动的时候 车震的时候 我依然在编辑视频 在工作 下了两天雨 临走的时候这个天放晴了 大家看这个就是这两天下雨的证据 我给大家见这个视频 就叫 e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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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的 好 好 对 好 呀 好 我解釋 tra 我边 因为 是 Microsoft 提 1938 太天 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